超市風暴越演越烈 超市合約寫說 只要拿巴西給的報價單 就可以向政府來勤款 依照合約 超市幾乎是做五本生意 但更扯的是 超市提供的報價單的時候 其實早就已經跟政府 完成簽約了 藍軍就痛罵 這不只是私鄉授受而已 甚至已經涉嫌貪污徒利 要不要先去高雄 鋼山看看 你又不要去屏東 超市風暴持續延燒 徐巧新到北檢告發陳其中 因為超市合約中赫然發現 巴西只要開立報價文件給超市 超市就能拿報價單向政府勤款 換言之 這根本是五本生意 政府說超市有代電商業貨款 但難道這張五本生意的合約是假的 昨天的公告是絕對是真實的 都是由超市來頂付的 花的是我們的納稅錢 我們怎麼可以讓你 對特定的公司去呵護呢 今天來告發 就是貪污以及徒利 這8800萬顆的巴西蛋 最後是政府出資全民買單 但為何偏偏要轉一手 讓超市打個電話 就能賺服務費3800萬 秦宇喬女士這麼厲害 一個退休十幾年的老太太 她有本事到巴西去找到這一批蛋 還是巴西本來就有這一批蛋 想要賣進來台灣賺這一筆錢 政府說選超市是因為報價比較便宜 扯的是超市3月16才跟政府報價 但雙方早在3月1號報價前 就已經完成簽約 超市在2月24號歇業 3月2號才復業 3月14號政府開廠商說明會 隔兩天超市就給出報價單 各界都不知道的大秘密是 演了半天超市在3月1號歇業狀態 就已經跟政府簽約完畢 先射箭 再劃吧 賺的去下你的腳 不但思想瘦瘦 這已經是到了貪污圖利的階段了 先談好了 然後找一個歇業中的公司來談 是不是量身訂做思想瘦瘦 媒體多次追問超市到底曾有 什麼進口雞蛋的大績笑 趁吉仲一次翻臉推麥火大走人 另一次是這樣落跑 他有沒有進口雞蛋的 食物上的時機 不好意思 我現在要再趕下一個行程 50萬資本額的超市 看不到任何輝煌進口紀錄 不知道當初政府大官 是看了首相面相還是會通靈 能看出超市有做上億生意的大能力 記者黃毅俊 王志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